佛光照大地发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绿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佛陀纪念馆第三届的 佛馆文创商品的设计竞赛 绝选出炉了 来自17所的学校参加 而今年作品完整度又更高了 带您欣赏 来到佛陀纪念馆 总会想要带个纪念品回去 若这个文创商品 具有建筑或文物的图腾 就更有纪念价值 因此有了我敬我创 佛馆文创商品设计竞赛的产生 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届 日前举行决选审查 来自各大专院校学生的 创意佳作汇聚佛馆 历经初审 挑出16件作品 进入最后的决选 我所看见的 怎么样透过文创的一个设计 以及内心的一个巧思 还有生活的用品 能够让所有来游游观光 透过文化商品的我建我创 让所有的人带个小礼物回去 由于疫情的关系 在第三届的文创 总共有17个大学 大专院校一起来投建 加起来是98件 评审桌一次放置三件作品 同时播放参赛者拍摄的作品介绍 除了创意与佛教文物的结合 更重要是能够商品化的可能性 除了好的创意之外 它最重要是要能够实践 能够实践的话 在你这个生产方面的可行性 跟你的成本控制 我想这也是一个 应该要注意到一个事项 当然也不要因为有这样一个限制 影响到同学 你这个整个天马行动的创意 所以在你发散的过程当中 在收敛之后 就很重要就考虑到一个商品化 还有它制作的一个可行性 这是一个重点 从第三届开始 佛馆文创商品设计主题走出户外 日前推出的佛馆十大镇馆之宝 线上票选活动 入选的十项建筑与古文物 将是第四届文创竞赛主题 未来我们的第四届的佛陀建馆的文创竞赛 就会以佛合建馆十大镇馆之宝的内容 来做第四届文创内容的主题跟发挥 经过一上午评审 最后选出前四名 首奖由高雄大学跳棋获奖 二奖是成功大学的八塔调位组 三奖是中原大学与南华大学的圣数书签 四奖是高雄示范大学的圣塔随行碑 学生们运用巧思创意 这样佛教文物可以跟着走 未来商品量化更能扩及普罗大众 是举办设计竞赛活动的主要精神 人经卫视五拥取高雄采访报道